不错,然后呢? 这位造型辨识度极高的男士 正是2010年 费尔兹奖得主本尊 总统大选前就是马克宏团队顾问的魏兰尼 去年首次参选就以极高票当选国会议员 在他正式问证之前 法国民众关注他的焦点倒不是数学 我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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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数学家和议员到底是家还是家 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的新闻 在某个新闻,在某个新闻 他是国会里接近半数来自公民社会的政治素人 他一月底才向选民贺年 是因为一月初他随同马克宏 前往中国访问 这个议题正是他随团到中国考察的原因 人工智能 把必须以大数据为氧气的人工智能议题 交给一位数学大师 看起来的确顺理成章 但是蔚来尼 距离诗的距离 可能比数字更近一些 由他规划的法国版人工智能 会有什么不同 习惯选择象征性的场地 进行重要政策演说的马克宏 特别安排在法兰西学院 而不是号称 全世界最大的新创中心 Stage F 因为法国版的人工智能 不只是business 法国既没有Google和脸书 也没有百度和阿里巴巴 法国的财务 捉襟见肘 坦白说 法国到底有没有条件 抢贪人工智能 法国虽然没有Google和脸书 但是许多在Google 亚马逊 脸书与苹果 担任重要研发任务的人才 的确都是法国人 你现在的问题是在这里的 我一直在关注的 我一直在关注的 美国文化 我一直在关注的 美国文化 我一直在关注的 美国文化 我一直在关注的 我一直在关注的 美国文化 我一直在关注的 美国文化 大沃斯论坛 前提前 在凡尔赛工举办的 Choose Friends 的确已经吸引了 Facebook 在法国投资 1000万欧元 开发人工智能 Google 也宣布在法国 设立AI的研究中心 这些工智能 我们有这些工智能 它是在 它有证据 一些 那些 那些 在这些工智能 运动 或者在 这些工智能 这些工智能 我认为 Facebook Google Samsung DeepMind 我感谢 他们的信 因为他们 帮助 这些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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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 在这些工智能 这些工智能 这些工智能 但光是几个AI大咖的海龟 是不够的 马克宏宣布成立 由电脑与自动化研究院 统筹的国家级 AI计划 将连接学界 和几个指定的 AI专业园区 计划要增加 一倍AI科系的 大学生人数 还有革命性的放宽 公职研究人员 和私人企业之间 合作的限制 我准备了一下 您好想要跟大家按照, 可以一个少年考虚, 请问一下, 最有名的纳烈文静, 那组它的艺术, 是鸡头, 一位的主持人と 你有个人有关 wake of 所谓的纳学, 去上台的传统码呢, 尝试了好人的 曾经在法国的 而且并不允许的, 并希望可以借助 一次资格争资金 以争取更多的资格 和国际人才 就是做这舞台 我们将在 battle 人才固然重要 但是数据才是人工智能 真正的土壤 马克宏希望以开放数据 来弥补法国数据上的先天不足 不但主动开放和加强公共数据服务 还要推动公共和私人企业之间 建立数据共享平台 马克宏希望法国能成为欧洲 发展人工智能的龙头火车 而法国和欧洲的最短距离是经过德国 德国部长是他的首席贵宾 这位部长的出席 透露出德法希望在AI领域 联手合作的意愿 德国强大的传统汽车工业 和数据化的落后 成为马克宏眼中 发展自动驾驶的最佳搭档 在人才培养 开放数据和启动研究之后 要如何定义人工智能的传统和政治效应 这恐怕是一个再大的数据 也难以算计的问题 一样的例子 世界上看到了五个人人 一些方法译 可以说 而且 我们使用到这些误件 我们将来想着em 今次看了 只有区别的 無論誰,自己自作為自己的�ил 一 People的政治,一個人自從來 trend 但他們都有人說 有個問題,當我有一個比例 我們使用所有的東西 我們都會想像所有的一樣 現在我們理解到的 whether 還有更多人不同惡 無論不來的 世界正在在其中的廢話 都在這個網站 這些科目發生的 我們當中的相信 這些歷史的歷史 從來毫無法辭 中文字幕志愿者